2021年7月,记者走进了一位老人的家里 北京西城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四合院 老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当记者走进屋内,却发现装修出奇的简单 可以说更像是几十年前的装修 客厅中心只放了一个破了皮的就沙发 客厅的侧面放了几把椅子和一个茶几 茶几上放了个红色老式水瓶 应该是老人用来带客用的 不过靠墙边有一张长桌子 摆满了燕台毛笔 则是老人家平时链子用的 这让记者很惊讶 可记者惊讶的是什么呢 原来老人家名叫宋平 曾是周总理的秘书、政治局常委 官职郑国籍的开国元勋 为国家的建设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陪伴着祖国风吹雨打一整个世界 在记者心中 这样一位大将的家中装修陈设 不应该是这么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些简陋 而让人记忆最深刻的 却是宋平的一件白衬衫 几乎在所有出席过的场所 宋平都穿着 那么宋平身为开国元勋级别的干部 为何家中会过得如此凄惨 这位老者又为国家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支持宋平的老铁们 可以在弹幕打上支持 为老人奉献一生的慈善公益事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5年9月27日是中国农业大学百年诞辰 当天的宋老早早就到达会场 身着那件眼熟的白衬衫 而自1992年毕业以来 他前前后后三次回到中国农业大学 2005年是其中第二次 这足以说明宋平对母校感情尤其的深 当大家一行人在校使馆 二楼百年沧桑世纪辉煌展厅参观时 负责解说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来得及讲解 展板上的院系构图 宋平就激动地指着展板说 这当时就是有名的钓鱼台湖 然后又用手指了指 这边这一带全是稻田 特别的好 那水稻长得也特别的漂亮 东方小瑞士 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别称 漂亮啊 可惜现在都没有什么痕迹了 说着他还颇为惋惜地微微摇了摇头 而当他在看到校使馆 还保留着他入学那年的学生成绩单时 宋平特别的激动 还特地凑近看着名单上的同学名字 屈泽州 这么熟悉呢 他还指着展板上周见后 曾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照片说 我记得这是我上学时的化学系主任 在2016年清华大学化学院建立的90周年时 彼时的宋平已是百岁高龄了 却还是手主着拐杖准时站在了母校的门口 依旧身着那件白衬衫 在校长和党委书记陈旭的陪同下 他还提出想先看看当年住过的宿舍楼 清华名斋 现在是办公楼 并主动和一行人在楼前拍照留念 他还回忆说 自己当年常参加体育锻炼 游泳是在学校西区的体育馆学会的 他同大家感慨着 现在的化学馆和当年他读书时一模一样 读书时他经常在里面做实验 大家都知道化学馆是清华最高的楼 在化学馆前他和师生们合影时还开着玩笑说道 我发现自己又长新头发了 哪怕已经过百岁的年纪 宋平老先生总是抱着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生活 有一次 宋平因出访工作不能参加校庆的同装聚会 他就特地派人送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他与清华大学的合影 他还在照片背面写道 我一直感谢清华是清华教会我更多的知识 也就是从这里让我走上了随后的革命生涯 我还很怀念当年的老师 同学和战友们 我永远忘不了清华 宋平时常感慨 这几年每每翻阅日记 日记中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故事 都让他仿佛又回到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 从那时起 六十多年过去了 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 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 这是宋平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语 语言质朴却恰恰表达了老人对祖国日益繁盛的欣喜和向往 记者有悄悄问过宋平的秘书 为何老人家总是穿着同一件衬衫 秘书只是笑笑回答道 宋老先生这辈子节省惯了 他也不准买新衣服 说是就这一件够了 谁要是给他花钱买新衣服呀 他准和你急 宋平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母都是农民 虽然日子过得艰辛 但他的父母还是一直坚持供宋平读书 并教育他要用读书改变命运 听话懂事的宋平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从小天资聪明 又加上对待学习十分努力认真 他在学校的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老师对他也甚是喜欢 于是在17岁的那一年 宋平凭借着自己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平大学 可能因为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 让宋平十分有自己的想法 在原则性问题上他从不退让 也就是一次意外 宋平与北平的老师因为意见不合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而年少轻狂的他又绝不认错 最后只能被迫离开学校 回到家后的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冷静地思考了下 就在心中做了个决定 再考一年清华 就这样离开北平学校的第二年 宋平再次以高分进入了清华大学 进入全国高等学府宋平没有掩盖光芒 他学习能力出色 客与生活丰富 此时的他情商也十分的高 对待老师同学间的关系都游刃有余 而宋平两次考名校的事情 不知怎地就传遍了校园 许多学子都对他此举敬佩不已 这让宋平很快成为了清华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久之后 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 国家的局势不容乐观 百姓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连清华大学的教育也被迫停止 迫于无奈 学校只能南迁 宋平也在其中继续进入西南联大学习 1937年的时候 宋平从西南联大毕了业 而因为一直受革命文化熏陶 他加入了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当时的他还在新华社担任负责人 直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指挥 因为宋平能力突出 做事又格外细心 周总理便专门派他到延安 向中央汇报工作 同时担任周总理的秘书一职 而在成为周总理秘书期间 宋平处集到了更多的新领域 学习到了更多新的知识 不仅如此 他还一直将周总理 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 不断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宋平身居要职 公务繁忙 加班到深夜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丝毫 恰恰相反 他经常在工作中寻找问题进行反思 同时也一直在不断充实 丰富自己 1947年 宋平听从组织安排来到哈尔滨工作 之后又因出色的工作表现 在新中国成立后 被调往甘肃省担任省委书记 军区第一政委等重要职位 许多远方亲戚和朋友听说 宋平做了大官 都纷纷上门想找他办事 有些带着一堆礼品 还有一些直接带了现金 而每逢这个时候 宋平都会将人直接挡在门外 并言辞拒绝 不给他们一丝机会 一直言于律己 两袖清风的宋平 没有拿过人民群众一分一毫 直到1989年的时候 宋平正式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即使身居要职 他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他时刻将周总理当作楷模 依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工作生活上 宋平不仅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对家人也有着一套高标准 宋平的儿子名叫宋一昌 宋平在平日里不仅学习上 对他严格要求 在生活中也没有松懈过对他的教育 而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陈东霖很早就认识宋平了 1953年9月 36岁的宋平出任劳动部副部长 之后转调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与陈东霖的父亲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 而陈东霖和宋一昌也是同窗好友 而后来陈东霖和宋一昌回想起当初的学校生活时 陈东霖还曾笑着说 那时候真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 衣服经常破破烂烂的身上也没钱 我父亲每个月给的生活费就正好够管保肚子的 有时还忘给 你说能看着多有钱呢 宋一昌颇为无奈地谈笑道 陈东霖问 那你父亲的钱都干嘛去了呢 宋一昌戏说道 可能他都交党费了吧 宋一昌是科普作家 军事文学作家 写过《海军史》等不少著作 会紧门外语 按理说父亲那么大的官 儿子自然是跟着张光的 可直到宋一昌退休也只是出版社的一个普通副编审 并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当宋平还在常委任上时 一次和宋一昌一起去北戴河 当宋一昌正准备上车和父亲一起时 却被父亲拒绝了 宋平向儿子训斥道 这是政府派下的专车 是用来工作和服务人民的 并不是让你和家人出去游玩的 最终宋一昌自己买票 坐车去北戴河 而宋平则没再管他 之后的住宿等问题也都由宋一昌自行安排 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优待 而与宋平一样 他的夫人陈顺瑶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2015年冬天 已经98岁的他看护工劳累一天 很是困顿 便不忍吵醒护工 结果在上厕所时 不幸摔骨折了 事后护工很是自责 而躺在病床上的陈顺瑶 却还温柔地安慰道 是我的原因 不怨你 这小小的举动就可以看出 宋平和夫人在创建良好家风时 做出的努力 而这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儿女们 值得一提的是 宋老先生还有个爱好 就是十分喜欢发掘人才 从宋平手上推荐出去的 有才能的人数不胜数 不过宋平却从来不看他们的出身 地位 而是永远将能力作为唯一的标准 正因为宋平这一爱好 让更多优秀的青年人 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发挥了自身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2012年的11月8日 95岁的宋平身穿一套中山装 出席了18大的开幕式 并仔细聆听了党中央随后开展的各项会议 此后 宋平便一直致力于帮助贫困人家的孩子 实现大学梦的慈善事业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宋平 深知农村孩子想要获得成功 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而最好的脱贫方式便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因为他乐此不疲地做着慈善教育事业 想着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而在98岁的时候 宋平依旧活跃在各个慈善活动中 他时刻关心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 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宋平就和妻子资助了很多的山区留守儿童 如今已然105岁的宋平依旧坚守着简朴的原则 不浪费一分一毫 早在他100周岁的时候 平日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们想为他庆祝大寿 可他们询问了一圈 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宋平真正的生日日期 原来从进入到大众视野以来 宋平一直将重心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上 更是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生日 还坚决表示不过大寿 生怕太过铺张浪费 大家见宋老这么坚持 便再没提出要给他过生日了 可在宋平参加的一项主题为 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 圆上学梦的慈善活动中 他却异常大方 活动主办方是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 而基金会的创立者就是 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 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 1966年至1976年 他曾担任毛主席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近10年 2012年 徐中远捐出自己的全部稿费 并联合几位有志慈善的企业家 成立了这家助学帮老基金会 宋平还专门为基金会的助学项目起名为 圆梦班 同时还主动为圆梦班提一些班名 宋平说 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 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出路 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关键 出生于山东举县农民家庭的宋平 自己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典型 自然能够感同身受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这句老话深刻体现出了中国人 自古以来对规矩的敬畏 信任 而宋平也深以为然 他将规矩视为一面镜子 以此来约束着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一点在宋平的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正因为他们经历过饥寒交迫 战火纷飞的生活 体会过基层百姓的心酸与痛苦 使得他们在从政时候处处为人民着想 立志要创造出一个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 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 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 在这里也愿送老先生身体健康 康乐顺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